好,今天為大家開箱的是 馬克7號的手臂跟手掌 那這個也是用1比1下去打造的 首先這個箱子很大 上面還有這個馬克7號的這個標誌 跟它的這個 它的上半身的圖案 也是Marvel 授權給一個小廠商做訂做的 打開之後呢 就會看到這裡有說明書 還有這個 馬克7號的這個手臂 好,那馬克7號是在 復仇者聯盟第一集的時候 出現的齁 就是在那個洛基 把那個 就是推到那個大樓 外面的時候呢 那你會不會 而你會不會 會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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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又是一位人你又是一位 他的名字是Phil 他的手掌 盒子打開呢 要操作他要戴手套 戴手套才有辦法 操作 這支是左手 是用左手帶的 手臂也是一樣 手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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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特殊的材質 他是用一種很像陶瓷的材質去做 所以他很輕 他其實蠻輕的 摸起來很像皮質跟塑膠 但基本上他上面有一層膜 這個膜撕下來呢 就會有金屬的外貌 所以看起來就很有金屬感 因為為了要保護老 我就不撕掉他了 他看起來會比較粗糙一點 可是撕開來裡面其實是很漂亮的 整支變金屬的顏色 就很像是帶一個鐵 鋼鐵的那個手臂一樣 好 那館長就先 這個進行試帶 那手臂的話是用感應的 他沒有遙控器就是感應 我就可能某個角度啊 就會感應到 他上面這個蓋子就會打開 他這個雷射激光也會打開 好 那接下來為大家展示 手臂齁 他已經穿上去了 那手套也戴了齁 那接下來就是打開他 我們就來測試一下他 這個馬克騎到那時候 射出手臂飛彈跟激光線的時候 那這個的那個畫面齁 首先 好 就會發熱 好 那放下 就會放下 好 那我們這個 手臂這個地方 這個手掌呢 基本上還是套上去的齁 那 你只要 手掌往上一拉 自己一按 他就會發熱 好 就會發熱我們的激光 他放下來就不會有 那這個手套也是可以 單獨分開戴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戴這個手臂出門實在是 太辛苦了齁 那基本上 戴這個手掌出去也是可以的 只要戴著頭盔戴著手掌 基本上就會有鋼鐵眼的效果了 不僅要戴這個手臂 因為這個手臂真的 不太好攜帶 好 那 以上是 鋼鐵馬克7號的手臂開箱介紹 謝謝大家